在我手上這部就是Sony 2020 年最新的相機 ZV-1 究竟這部相機可否成為Vlogger的機王之王呢? 不過試機之前 記得點個Like 留個comment 和Subscribe我們KetoGarden的Channel 記得按鈴鐺 因為這樣你就會收到我們最新的出片通知 去片! 好! 你現在聽到的聲音和看到的畫面 都是來著這部Sony ZV-1 的相機 畫質是怎樣呢? 你們應該會比我清楚 聲音又怎樣呢? 這部相機是來自三支麥克風 三支麥克風都是向著相機前方 它收音主要是收前面的聲音 而後面主要是不會收的 不知道現在在看影片的 你會否聽到有些風聲 幸好它跟機上有Windscreen 加上去就會減掉很多風聲 試一試 試咪 試咪 盧海鵬試咪 是不是好很多呢? 我不知道的 你們知道的 告訴我吧 留個言吧 這部相機它有兩個Steady Mode 我現在用的這個就是 Purn Off 了它 直接是沒有Steady Mode 讓你們看看感覺是怎樣 我現在正在走路 走快點 好! 跑步! 都很震的 我就這樣看鏡頭 OK! 現在就著了Standard Steady Mode 我現在正在走路 快點 再快點 快點 我看到 還是有點震 最終 我想是你們才可以看得清楚 因為我將會試那個 就叫做Active Steady Mode 因為它說 是會Crop 了畫面 我現在盡量不動 我再按 看看會不會真的Crop 了 OK! 我現在就著了Active Steady Mode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Crop 了一些 我肉眼看 因為可能手有動度 所以 但我剛剛試機的時候 我試過真的Crop 了 好! 我現在走路 嘗試跑 再快點 肥仔休息 好! 究竟是不是真的穩定了很多 那就要你們看回 因為我現在看 我就這樣看畫面 好像穩定了些 不過可以給大家一個建議 如果你是自己做Vlog 開機的話 我建議你也是用Standard Steady Mode 如果有人幫你開機的話 你就可以試用這個Active Steady Mode 不過說真的 你做Vlog的話 有多好就是一路跑步一路做 為什麼說這部機是為Vlog卡而設呢 因為它有一個很厲害的功能 就叫做Product Showcase Mode 即是說 物件超快對焦 平時你見到Youtuber 說說話的時候 他想show產品 通常你會見到這個動作 要拿隻手出來show 但是呢 如果你有了這個Product Showcase Mode 的話 它就會超快對焦你的物件 先試一下 說說一下 突然間出 其實因為很多其他相機 它有一個困處 就是它的Focus不夠快 所以 這一個是很大的優點 嘩! 嘩! 看看旁邊行不行 嘩! 嘩! 可以嗎?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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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呢 只要你放物件在鏡頭前面 就會立刻對焦了 以下下來呢 我介紹這個功能 就是叫做Background Defocus 即是什麼呢 例如你拍Vlog 有時你想做一些景深效果的東西出來 一般的相機你都需要調教你的光圈 對我這些初學者來說 是非常複雜的 不過這部Sony的CV1的話 只需要按一個按鈕 就可以達到那個效果 你準備好了嗎? 嘩! 嘩! 是不是很Pro 立刻 整條片是Pro 我再按多一次 清楚了 夢 嘩! 嘩! 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貼心 I love it! 這部機是有內置Slow-Mo的功能 分別有三組不同的Frame Rate 分別有240、480和960 現在我嘗嘗這部機本身內置 10個Picture Profile給大家對比一下 這部相機其實也有油膚效果 這樣可以令你的皮膚更加柔滑 這個Soft Skin Effect 這部機有三個Mode 有Low、Medium和High 我們現在馬上試一下Low 現在穿了Low 嘩!好像在這裏看了 嘗嘗這個Medium 是否有分別 其實我這裏今天關了一粒倉 不知道看到不看到 我們現在去High那裏看 嘩!好像沒有分別 這樣會好一點 嘩!可能要離開一點 才會有油膚效果 太近鏡頭可能會detect不到 我覺得自己的樣子好像膠膠地 不用去韓國了 嘩!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真的想用這個Soft Skin Effect 我會建議你用Low 這樣看上去會比較自然一點 但我們看看這部相機 它旁邊是加了Hand Grip 所以手握感是加一 因為方便自拍的時候 手握得好 但你留意 其實如果你揭開了蓋子之後 你這個位置 剛剛好 手指是可以握緊 你自拍的時候 其實都很穩陣 好!看看這個 這部相機 為拍片而設的相機 就是以往那些 拍片的那顆鍵 Sony 都放得很小 它這次加大了 方便你自拍的時候 你都不會錯過 按這個鍵 另外這個又要值得一提 當你拍片的時候 看到有紅燈亮了嗎? 這個是非常貼心的設計 因為很多時候 你拍VLOG的時候 可能過了5分鐘 10分鐘 你都不知道 其實這部相機 是不是在拍片的呢? 每次你拍片 它紅燈就會亮 這部相機另外一提 就是它是加了一個Hot Shoe 在這裡 你有了這個Hot Shoe 你就可以放一支外置的麥克風 收音會比較好些 或者是放一個閃光彬 不過作為VLOG相機的話 我相信大部份人 都會拿來放一支咪 因為你放一個閃光彬 也沒什麼用的 因為以前的Sony 好像RX100的話 它的Monitor 是向上揭開的 你想想 如果它這裡加了一支咪 的話 你的Monitor 基本上已經遮蓋了 所以它這次 打橫設計的話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 很細心的設計 就算你放了一支咪 你都還可以檢測自己 另外再提 就是當你開了這個Monitor 其實如果你把它轉動 蓋的話 是一個 shortcut 你一打開 它就會自動 自動 很快就可以 給你繼續拍片 這支就是 Bluetooth Tripod Remote Control 當你連接了這支咪 進去你的相機之後 你就可以 無線遙控拍照 錄影 Zoom In Zoom Out 還有C1 鍵 這個C1 鍵 就是你一按 Background Defocus 的 shortcut 當然還有一個 Lock 鍵 事不宜遲 現在立刻教你 如何連接到相機 好簡單 首先你要開機 開了機之後 你就要按Menu 鍵 按完之後 你就要去到Network 在Network 裡面 你就找第二頁 按Bluetooth Setting 按了進去之後 就在Bluetooth Function 按一下 然後Turn On 之後出回來 你就按Pairing 在這個時候 你就要拿這支棍 就要Hold住 Photo和T鍵 一起按 我們現在試試 記住按住7秒 它會問你是否Allow Connection 你按OK 就要Pairing 這樣就Pairing Pairing完了之後 記得按出來 去到Network 那裏 在你的Bluetooth Remote Control 那裏 Make sure它是On 好 我們現在可以去試一試機 現在已經Connect了 你可以Zoom In Zoom Out 按一下就可以拍片 按一下就可以拍片 轉了Photo Mode之後 按一下就可以拍照 這支棍也挺容易用的 按住這裏 就可以調校角度 調校角度 調校角度 領緊這個位置 這個按鈕 一按 領一部相機過來 非常方便 這部相機是一部幾乎完美的Vlogger相機 不過如果它可以有Wide Angle 的話會更加好的 因為24mm 是剛剛好 只是配到你的頭和肩膀 如果你兩個人做Vlog 就有少少問了 有時候人頭周圍 多少少東西看的話 觀眾都會看得舒服一點 另外 為什麼還在用Micro USB 就是有必勾 為什麼不用USB-C 還有就是沒有Audio Output Jack 即是不能即時看著聲音 這個差一點 到最後 如果你那天要出去拍整日Vlog 記得買多一部電 因為一部電真的不夠 不知道你又覺得Sony CV1 又值多少分 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 記得Like我們的影片 還有按Subscribe按鈕 還有按鈕 下次見 再見 朋友